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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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一周我們先跟大家介紹的詞的美感特質 還有東坡奇人的一些 個性的特質 然後也初步介紹過東坡填詞的一個 類在的一些動因 那今天我們的繼續在這個課題上 然後再延伸到東坡進入杭州時期 開始填詞的這個內容 那上天給大家的講義裡面 就贏了兩首詩 是東坡送給子游的 我想那我們就從這裡開始